约伯纪第十五章 提曼仁以立法回答说 智慧人怎可用虚空的知识来回答呢? 怎可用东风充满自己的肚腹呢? 他怎可用无意的话或无用的言辞辩论呢? 你还废弃了敬畏神的心 拦阻了在神面前的莫道 你的罪孽交导你的口 你采用诡诈人的舌头 是你的口定你的罪 不是我 你嘴唇做见证控告你 你是头一个生下来的人吗? 你在诸山未有之前诞生的吗? 你曾聆听过神的秘址吗? 你可以独占智慧吗? 有什么是你知道我们不知道的呢? 你明白我们不明白的呢? 我们中间有白头发的 又有年纪老的 年岁比你的父亲还大 神的安慰对你是否太少? 温柔的言语 对你是否不足? 你的心为什么迷惑你? 你的眼为什么闪出怒光? 以致你的心灵转过来抗拒神 从你的口中竟发出这样的话 人是什么? 人是什么? 能算为洁净吗? 妇人所生的 能算为公义吗? 神不信任他的众天使 在他看来 诸天也不洁净 何况那可赠又腐败 和罪孽如同喝水的世人呢? 我要告诉你 你要听我说 我所看见的 我要述说 就是智慧人所传讲的 并没有隐瞒 从他们列祖所领受的 这地唯独赐给列祖 并没有外族人 从他们中间经过 恶人一生饱受痛苦 一生的年数 都为强暴留存 恐怖之声 常在他的耳中 太平的时候 强盗就来袭击他 他不信他能从黑暗中转回 自己留给刀剑杀害 他漂流觅食说 哪里有呢? 他知道黑暗的日子 已经临近了 患难与困苦 使他惊慌 又胜过他 像君王预备上阵攻击一样 因为他向神挥拳 向全能者逞强 用盾牌的厚图面 映着景象向他直闯 因为他以自己的脂肪蒙脸 要上积满肥油 他住在被毁的城邑里 住在没有人居住 注定快要成为乱堆的房屋里 他不再富足 他的财富不能持久 他的产业也不得在地上扩张 他不能离开黑暗 火焰必烧干他的嫩脂 他必因神口中的气而离去 他不信靠虚假 自己欺骗自己 因为虚假必成为他的报应 他的日期未到已先 这事必成全 他的侄子也不清绿 他必像葡萄树 未熟的葡萄掉落一样 又如橄榄树的花朵 一开就泄一般 因为不敬钱的人 必不能生育 火必吞灭 收受贿赂者的账目 他们所怀的是罪恶 所生的是罪孽 他们腹中所预备的是鬼诈